我自己拍 到了拍攝當天 到了拍攝當天我自己的習慣是 我喜歡超級高效率 去把我們的東西完全的在 到了拍攝當天 到了拍攝當天 到了拍攝當天我喜歡 到了拍攝當天 我自己的工作習慣是 喜歡使用超級高效率 去把所有的東西執行完 我們盡可能是在 副導排的表之前結束 如果在副導排的表之後結束 我覺得整個團隊 或者是工作流程 就會有很大的問題 需要解決 到拍攝當天 到拍攝當天 我們 我們到拍攝當天 我自己的工作習慣是 我們到拍攝當天 我們到拍攝當天 我自己的工作 我們到拍攝當天 我自己的工作習慣是 喜歡使用最高的效率 去實行所有的東西 所以我盡可能希望是在 副導的表之前結束 而不是在副導的表之後才結束 這樣子我覺得 這個團隊就會有一些 需要解決的問題 或是哪邊出現的問題 這邊在等他 那邊又在等他 很煩 所以我自己如果可以一直高效的 去把問題都解決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最好的解決方式 所以我這樣拍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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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成功在八個小時內 把我們二十一顆鏡頭全部都自行完 真是超棒 所以我這樣拍完了 所以我這樣拍完了 我成功在八個小時內 把我們二十一顆鏡頭全部拍完 超棒 接著到後期製作 然後後期製作其實 接著到後期製作 然後後期製作我還在進行 反正就應該還是會有一些調整 反正就已經大概都已經想好要怎麼剪了 那後期製作 那後期製作的部分 其實已經在分鏡的時候 大概都已經想好到底要怎麼剪 所以其實後期製作非常非常快速 那調色也就調一下就搞定了 那我還有在思考說 要不要再加一些像是效果啊 或者是字卡 有文字敘述 它這個到底是什麼東西的 一些內容在上面 這邊還在做調整 反正大致是已經完成了 那後期製作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已經把它全部都已經挪到前置 就已經把它大概確定好 我們分鏡那邊 我已經把後面剪輯的順序啊 到底需要什麼東西 都已經在前置 那後期製作的部分 後期製作的部分 其實很有效率 因為我們把所有的想要思考的部分 全部都挪到前期去思考了 我們的分鏡都已經想好 我們到底要怎麼剪 所以剪輯的時候 就... 我們就剪好了 那調色的時候其實也沒有什麼困難 就是顏色拉一拉 沒有什麼大問題 那我還有在思考說 到底要不要加一些像是 字卡的效果啊 文字的敘述啊 讓這個影片讓大家更知道 我們上面這是什麼東西 反正整體我們後期製作是非常有效率的 沒有什麼大問題 為什麼 要不太有效率 阿東 因為老師 要不太有效率 有效率 要不太在 我們現在可以先做 心理 我